会计法修正草案夜袭过关 不只是媒体以及党团助理措手不及 现在传出连立委都不知情 民进党立委赵天宁就开炮 他要求党团总召柯建民必须要说明清楚 究竟当天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党内出现内讧 党主席苏贞昌只是低调的回应 强调说是尊重党团 我们尊重党团的运作 谢谢 就这么一句尊重党团朝野联手 通过会计法修正案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简单带过 不过现在民进党立委赵天宁开出低枪 批评党团事先为告知也没讨论 要总召柯建民给个交代 事实上当天朝野协商极度保密 不只党团助理不得靠近 国民两党立委其实都被蒙在鼓里 其实会计法要通过 我们事件完全不知情 党边没有跟我们讲 党团大会也没有 其实这个可以很光明正大 向社会大众说清楚 那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他通过 乐见特别费争议的历史工业有了截套 不过对于立法院以无预警方式处理法案 国民两党还是有人不能认同 会计法修正案虽然三读通过 但是后续效应正在持续发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